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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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沟通顾问资深传织人黄杰慧女士 以及航空中学辩论队达律师黄锦女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好 请我们就先有请政方主见 法研 你有四分钟时间 准备各位向前 主席 评判 有空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联合国 至1945年成立 教组由六大部门组成 华理会 理事会 作为其中之一 由15个成员国组成 主要职责就是尽力缓和和制止国际间的通达 维护各地的和平 亦都是联合国三大宗旨之一 联合国宪章第27条就表明 我们会对于一切事项的决议 都需要得到九个成员国 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 精、中、英、美、法、我 全体赞成 帮我通过 还言之 只要五个常任国 有一票反对 即使十四个赞成 议案都会被否决 即是辩提所指的否决权 否决权最初的存在目的 是因应五大局的影响力 确立他们对促进和平的贡献和责任 而要讨论辩提 就要回顾过往使用否决权后的成效 是否与安理会的宗旨背道而辞 然后要审视取消后 能否使安理会更加有效运作 我方暂成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 积极行动 除去五个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的成员国 会由联合国大会 让地区的代表性原则 选举产生 任期两年 因此在机制上 已经确保了安理会的决议 最有公信力和符合国际利益 然而 否决权的存在反而打破了平衡 只要国际利益和大国利益之间存在冲突 大国便可以牺牲前者 择待安理会介入 例如美国就以一己之力 阻止了35项关于尾巴冲突的决议草案 20年俄罗斯亦都先后三次 否决向罪利亚提供人道援助 在2021年的俄罗战争中 俄罗斯再使用否决权 阻止谴责自己的议案通过 坚持用武力 解决争端 令战子僵持不下 安理会又无能为力 可见否决权的存在 无可避免会择外冲突的介入和救援 只有取消才可以擦场松廣 令安理会更积极投动 第二 鼓励达成共识 可能大家都会认为五大国仍然 担任着支撑安理会开支營运的主义角色 但事实是否又是这样呢 直至2017年 联合国维和部队兵力三个最大的 乐园国在埃塞莫比亚 印度和巴勒斯坦 拥有否决权的五国中 法国紧跟牌第十位 可见小国为为和平 做出的贡献 远远超过五大国 小国同样有付出 但大国在安理会上 就有教纳的投决权 有欠公寓 不公平的情况 最早导致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裂 由于大国可以随时阻止 香港通过 不需要任何协商 自然不会轻易作出让步 而小国方面 在三小一届联合国大会上 玛丽的代表就指出 联合国及于五大国 一个否决票就可以抵消 安理会其他十四个国家的赞同票 国份的特权是不合理的 否决权不但难以令各国达成共识 还会造成小国的不满 因此取消否决权 先去促进国家合作 尽可能达成共识 还有想问下有封同学 你们认为这个世界 还需不需要公平 多谢各位 大家好 在我们讨论联合国以某种方式 运作任何利弊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联合国成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维持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 成员国自己决定 成员国不跟从议案 所谓的后果 只是联合国呼吁其他成员国 去惩罚违反议案的国家 因此联合国 从来没办法强制成员国 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 真正有实权的是成员国 有方今天正立变体的时候出现了谋误 首先他们说 只要没有了否决权 就可以令到那些国家可以积极行动 因为有其他大部分 会用否决权去阻止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就算他们没有了否决权 是不是就等于给到那些国家 他们可以表达到自己的意见 那些国家一样不会跟 他们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 另外有方也都说到 没有了否决权 就可以鼓励到所有人达成共识 然后就会令到意思公平了 但是有了一国一票 是否就等于这些国家有了话语权 投完票的结果 是否可以改变到现状 以至世界和平呢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公平了在哪呢 有方反对变体的原因 就是安理会本质上 对维持世界和平无用 而有没有否决权 是不会改变到安理会无用的事实 因此取消安理会否决权 不存在利弊 以后我们会用两种事来解释 一、安理会通过议案 但是成员国发现有违 自己国家立场的时候就不做 例如联合国在成立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阻止战争 但是当土耳其和塞浦路斯打仗的时候 我们会在1997年通过了议案 土耳其撤兵 但是土耳其一直不肯撤兵 是因为土耳其 因为塞浦路斯 是自古以来属于他的 要维持领土完整 要比利行联合国的议案更加重要 最后的战争 是没有因为联合国的表决而停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所有成功的例子 都是一些国家 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 或者理念而行 而和他们是否联合国 成员国的三分无关 我们再看一些表决 针对归险局势安全的国家 2016年 安理会通过决议 针对北韩不停试食核武 而这个表决议案内容的话 他们会无视身为成员国的责任 将盟友的利益凌隔于联合国制材料之上 二 就算是关利会否决了的议案 只要有成员国认同议案内容 他们都会照实行内容 就好像有关联合讲到 因为议和乌乌战争 2月25号的时候 关利会有成员国动议 要求国际社会 不要承认俄罗斯是乌克兰肯定的领土拥有权 以俄罗斯来否决议这个动议 即使否决议之后 瑞士 美国 新加坡等国家都分别公开表明 不承认俄罗斯是乌克兰占领的领土 甚至有具体行动制裁俄罗斯 例如北日同一名成员国 将俄罗斯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系统 瑞士2月的时候 也都冻结了俄罗斯和领导人 在瑞士的资产 而英国也禁止了七八种货品允俄罗斯 即是如果那些国家 判断出俄罗斯 是在破坏国际秩序 或者不同意俄罗斯侵占乌克兰 就算个议案 被俄罗斯否决了谴责 这些国家都不会因为 都会因为他们想谴责 要继续谴责 想制裁就要制裁俄罗斯 他们是不需要 也都不会等到联合国都为了议案才行动 结论是 成员国神实施议案 从来都不是为了离合成员 成员成员国的责任 而是看这件事符符合国策 联合国是强制不到国家去跟 就算个制度怎样建都没用 又没有一票否决权 都不会改变到它无用的事实 故此今天这面是绝对不成立 多谢各位 法官主席大言时较为三分五十十秒 你之前不需要认识 接着是公辨环节 公辨一方可自由挑选 对方一位辩议回答问题 并打算对手法律追问 回答方不得拔问 亦不可以打算公辨一方发言 如有违规公辨一方可即时辞出 评判认同学直接扣分 每次扣一分 如公辨一方愈想发言 评判可自行决定自否扣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好 好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议作公辨 我想问一下我们先要站出一位辩议作公辨一方 站起来就可以了 原有位辩议作公辨一方 请问自由选择反方一位辩议作公辨一方 正方公辨一方 前面有两分钟时间准备做公辨一方 今天有位辩议作公辨一方 今天国家派不派兵作出了决定 是基冤建基于国家自己的利益 想问一下有位同学 是否觉得安理会的存在本身是没有用 是 那请问一下有位同学 如果在罪利亚战争的例子里面 以外通过了罪利亚人导救援馆被打开了 请问罪利亚人导救援馆会不会被人救援 不是 现在没有 这个议案通过了 有些国家都知道他们去做人导救援 没有啊 事实是没有的 我们看到就是土耳其经 美国和罪利亚联盟都在做人导救援 还给了钱和一系列的服务给他们 为什么不是做人导救援 不可以反望有位同学 那想问一下有位同学 如果今天人导救援在联合国的议案之中 被人通过了 会不会增加人导救援的数量或者效率呢 不是 有位同学请问 为什么会增加了 有位同学是你提出的没有效果 是应该你要认为为什么没有效果 对吧 就是国家现在会跟自己的议员去行事 而不会跟联合国通过了这个议案去行事 现在在利益纠纷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国家对于这个议案和自己的利益没有充实的话 如果他的议案没有通过的话 他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但是在联合国 我们是否应该一起去积极去行动呢 刚才你说的很简单 联合国是用来积极去行动 那些国家现在有没有积极去行动 不会 因为他们会跟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去行动 如果议案通过了 那些和自己没有利益交易的国家 就不会去行动 不就是直接行动 不是吗 有可能我们从来看一个组织有没有实权 不是看一些国家行动的时候会变成如何 而是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反暴 有没有权利去反暴 是有的我明白 所以请问 我就想问多你一次 如果在敘利亚的人路救援馆 他打开了其他现在没有做出行动的国家 都做出行动 是不是就做出了好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所以 Ste nar-01 可以不做出纠缪 我可以对肯定rul e-$&$&&$&&& 都是你可以携到那些那些 communist银权和 Со来调刀的antes 第二个论点,有方说原来我们取消否决权之后可以鼓励走跌国家达成共识 请问有方同学,取消否决权之后如何可以改善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分裂的局面 请有方同学回答问题 好,有没有回答不了,不要紧要 我们先看看刚刚说的敘利亚这个例子 其实补充一个事实是原来俄罗斯和中国是否决了为敘利亚提供人道救援的议案 但是土耳其和美国都照去提供人道救援,请问否决权有什么用? 会多些 不是,今天有工学,我们是否决了,否决了即是不提供人道救援,敘利亚 然而国家是照提供,那否决和没有否决有什么分别? 没有否决的情况 没有否决的情况会怎么样? 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原来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为敘利亚提供人道救援 然而美国等等的国家都会照提供人道救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否决权是做了都没有做的 国家想救都是照救,不想救都是不救 所以请问否决权的容易何在 当我们看到原来联合国通过了议案是可以选跟与不跟的时候 从来就不是在于决定议案的过程的制度是怎么样 而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本上就没用 他们在通过议案之后都是没有人跟 那请问有方同学,取消否决权如何可以改变到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 谢谢您 好 好 您 事故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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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再次各位大家好,回應一下有方同學所說,我聽到你們的主題講過公平性的問題,我方覺得不是的,因為不取消否決權的避署更大, 我們現在心目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上,難道有和合國的一個常任理事國的權力是比整個聯合國相組出來的結論更加擁有公善力嗎? 聯合國的目的是一起討論、投票,但否決權的存在是令聯合國從一個一起討論問題的組織變成了一間公司, 大國就像上司那樣,小國就像下屬那樣,只要上司不同意或者不滿意下屬的議案就可以立即進行否決而不是進行修改, 下屬需要無條件可以服從上司,只因為下屬是沒有足夠的籌碼反對,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口決平的存在是已經和聯合國的目的成為了這個相反方法, 俄羅斯又是常任理事國的五個之一,聯合國是沒有辦法幹撤, 而是看著一做了醫院一學校問房,變成廢墟, 和和戰爭上已經造成了超過二千多個平民死亡,三百多萬人成為了難民, 說明了是一個非常之急迫的環切,是需要進行的議案, 聯合國是對一些常任理事國或者會員違反了這個立章, 而無法進行幫撤或者加以牽制, 安理會廢除一票否決權的制度, 就是聯合國改革是刻不容緩, 和剛才所說的局面,這些是舊政策, 也就是否決權存在的時候所造成的局面, 難道有方同學是想將這些事情繼續延遲下去嗎? 如果有方同學繼續不支持否決權的話, 去避免你們所說的貢獻, 是未必一定會發生的, 我認為這是用人命來獻取有方同學所注重的大國, 繼續去做大國的行為, 而聯合國如果通過了整個議案的話, 整個聯合國通過了議案, 是否整個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 可以全部同時出兵去救援整個國家? 還有我再說回, 敘利亞戰爭俄羅斯先後三次發行了這個否決權和, 難民那方面現在雖然有人在救援, 但是救援的程度是否真的可以全救呢? 如果聯合國所有國家同時出力的話, 是否可以爭取救更多人命呢? 多謝各位 請問那麼多 請問 Your Amen 入行樓式政府正確解釋取消否決權的利處, 正正反映了有方對現實的不理解, 之所以能夠這麼理所當然的說話 原來取消法決權可以促進合作 可以達成共識 可以做到一個和平的局面 是因為有方和我假設了 做一個錯誤的前設 有方和我假設聯合國有用 假設了安理會有用 假設了原來安理會通過的議案 是有人跟 但現實是江商粉 例如我方主便已經清楚解釋 原來安理會通過一個議案 成員國是有得因為有違國家立場 又或者是利益 而選擇不跟從 原來安理會否決一個議案 成員國是有得選擇做與不做 有得選擇照做 而兩種情況之下的涉事國家 都是不需要負審任何的後果 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懲罰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發現 不論決定議案的機制 是投票 或是有否決權都好 都是無法改變成員國 可以自由選擇跟從與否的事實 所以有方和我 是連自己提出 或取消否決權後 安理會會更有效運作的 這一個標準都達不到 我們先看看第一類的例子 有方剛才跟我們提及過 俄烏戰爭裏面 波羅斯否決了制裁自己的一個議案 我們先看看另一些制裁的例子 在1997年9月22日 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議案 制裁利比亞領導人之後 阿拉伯聯盟的18個國家 包括利比亞在內 公然就著是否要去違反 安理會制裁令進行投票 結果一致決定違反 允許了利比亞的總統 穆安·馬爾入境 原因是利比亞屬於阿拉伯聯盟 而阿拉伯國家對於提出制裁令的美國抱仇恨態度 結論是只要安理會的議案和國家利益不符 國家都是會以自身利益為首 無視安理會通過的議案 甚至公然投票決定違反 最後都是完全沒有後果 因此其實今天有方同學說 說那些公平了 可以多一人一票去投票決定結果出來 最後都是沒有人跟的時候 公平了是沒有利處的 第二 補充回剛才說敘利亞的例子 在2020年7月10日 俄羅斯和中國否決了為敘利亞提供人道救援的議案 但是土耳其同年接收了超過360名敘利亞難民 而根據美國外交官於聯合國大會局公開聲明 美國截至2022年9月14日 投放了多於7.5億美元 為敘利亞提供人道救援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 就算這個議案被否決也好 只要國家想去救敘利亞難民 他們都是照救 有方同學說 沒有了否決權就會多了國家去救 其實我方是見不到這個情況的 請有方同學論證 現在是俄羅斯和中國否決了這個議案 有方同學論證一下 如果俄羅斯和中國沒有否決到 這個世界上沒有否決權的話 這兩個國家是不是就是會去救敘利亞難民呢 如果不是的話 請問我們有否否決決 如何解決到 我們不會沒有用的這個問題呢 謝謝各位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進行委員會大家好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進行委員會大家好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進行委員會 不難得出個結論 今天反方反對變題唯一的原因 就是聯合國本身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做任何國家都沒有效果 不能行禮禮 但是有方同學論得太理所當然 是他們覺得如果一個國家想要救 他就一定會去救 但是我們看上事實 我們再拿下一個安排的 就是敘利亞的例子去說明 其實這個世界上 不單止有同意的國家 和不同意的國家人 其實中間會不會有一個中立的國家存在呢 是有的 有可能是 如果在敘利亞的國家 敘利亞的安全的管道 聯合國的全部的國家 沒有了否決權之後 通過了這個議案之後 其他的小國 那些中立的國家 是有義務 他們有義務去派出這個 派出人員和人手 去作出這個 幫助哲、男人去幫助他們 但是如果他有否決權的情況下 這個議案不能通過 他們已經是沒有義務去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做不做 都不關自己的事 他們沒有這個道德的壓力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了否決 議案通過了之後 為什麼這個國家會做事 就是因為他們背上了這個義務去做事 然後有幫同我今天就說 其實我們怎樣討論呢 可能整個聯合國 覺得我們不需要和平的 我們不需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的 我們只需要大國 我們全部的大國覺得 這個不對 我們就不派兵 我們就否割了它 和不割了它 都是同樣的效果 但有幫同我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和平在這個世界上 是重要的 我們公平在這個世界上 也是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呢 聯合國它是什麼 它成立的目的 就是一個平台 讓全民一起溝通 一起通過這個議案 如果有國家不同意的時候 我們去說服它 去調和 去調解 我們才可以回答一個 大家更加容易接受這個議案 但是當我們一票否決全的情況之下 他們沒有得談 我們只可以強制接受這個議案 我們沒有溝通 沒有任何東西 沒有任何對任何的幫助 所以有可能調解 溝通 可以影響到現在世界局勢 譬如說一個小國不同意的議案 但是我們可以去調解 去溝通 告訴他們 為什麼你可以 可以想一下 去通過這個議案 就是去緩合 緩合 國際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一票可決了它 強制它 一定要接受這個議案 那便沒有得談 不是國家生意 就是這麼簡單 有沒有跟我們今天 太過於理想 理所多明 覺得 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但是有沒有想到 最大的錯誤就是 他們將世界 整個世界分化了 同意和不同意 不可以中間 跟自己沒有利益 夠分 以及中立的國家 就是這麼簡單 多謝各位 各位大家好 其實今天有風說的 所有東西都是見基於一件事 就是聯合國有實權 所以令到議案 更加容易通過 可以帶來利署 但事實又是這樣 我們看聯合國有沒有權力 不是看它的議案 忘記了 國家利益相符的時候 國家會不會相信它 而是看他們國家利益不相符 還有沒有人會聽它說 而今天有風之所以 這麼想取消否決權 是因為說要一人一票 其實現在的國家 已經一人一票 有風不斷地說 不過俄方說 說到聯合國只不過是一個大國玩的玩具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一些 比較不是大的國家 例如瑞士 他想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否決了議案 他也是可以制裁俄羅斯的時候 他投票的體驗 就是他們投票的體驗在行動上 而不是投票 所以現在已經很公平 而俄方的第一個論點 積極行動 舉了兩個俄里亞人道救援 以及俄羅斯前生的例子 就說原來被俄羅斯否決了 俄方前場主任 一副公平都有論證 正正是因為斗決了議案 都沒有人理 那些人要去幫助 照會去幫 要制裁俄羅斯 照會去制裁 正正是聯合國沒有實權的表現 我放聽不到 不要緊 我放舉兩個例子給你聽 1948年4月21日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議案47 要求巴基斯坦撤回黑森米爾鐵的軍隊 巴基斯坦的回憶 是無視這個議案 因為他想和印度爭那塊地的歸宿權 無視的結果是什麼 是沒有後果 沒有任何國家去施壓 沒有人要求他跟從議案 也沒有任何懲罰 1948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的 476和478號議案 會員聯合國會員國 撤出在耶魯薩蘭的使館和外交使團 而美國2018年 將使館在台灣維護 搬回耶魯薩蘭 而挑戰聯合國議案的後果是什麼 又是沒有後果 也就是說 今天有康的第二個論點 達成共識的一樣不勝 因為今天無論一個議案 在聯合國通過還是不通過 要做的國家都是會做 不然國家依然不會做 大家做一件事 不是因為我是聯合國成員國 我有義務 而只不過是因為件事對我來說有利益 所以這些國家今天投票 是體驗在行動上 那麼行動在議題上表態 而今天有康 今天有康 今天有康 公免和議會的時候很有趣 就說有些小國 沒有力氣衝突 就會沒有立場 所以他們通過了一個議案 就會去做 但首先有康是一句都沒有說 為什麼會無緣有些小國 他們是完全不顧自己利益沒有立場 有康只說了兩句 義務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聯合國通過了 制裁不韓的議案 中國是聯合國的小國 一樣有義務去制裁不韓 他做的是什麼 是偷偷地和不韓交易 他的義務做了在哪裏 有康就跟他論證 以俄互節爭為例 今天小國分為兩種 一種是像科羅德海三國一樣 和俄羅斯有直接利益衝突 被他們威脅 他們正在做什麼 他們是直接呼籲美國 快點表態 呼籲美國 隨時等的國家去制裁俄羅斯 第二種小國 所以他們沒有利益衝突 我們也看到 在制裁俄羅斯的議案上 其實有26個小國 是表了態 或者投了這條票 所以小國真的會有利益 今天變態給你成立 都說得好 這裡好像 Start 顏方依存在意時間 或者相分明 或者相分明 或者是時候想掌握 或者其他都打算 現在進入自由 陸當中 或三個小時 雙方或由三個小時 上 當某方依存在意時間 要逃不動 本人會宣佛另一方正面時間 該方可自由 發出一位或多位面 遰會見人都不會 一共體本環節拍 如果本環節眠觸時 在場人知道 現有見縣從未達到 我正常提出,逐測的話,該面所屬一方將會比平,每位評判割扣除滅五方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那我會幫反方計時,那計時會二方,正方計時三分鐘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一支又變了環節,再開一次,請正方首先踩到外面 請問雙方是否可以緩和國際之間的關係呢? 不知道 請問雙方,請問雙方,如果我們今天將國際之間關係 由我們現在的強制國家接受這個議案,變成一齊去談,集思廣益 對於這個議案的理解,是否更加可以緩和國際之間關係呢? 但是本身聯合國會有沒有實權? 還有,剛剛有科爾庫在跟我們說,那些國家他們做了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意義,他們因為覺得是成為國際之間的關係 但問題是那些不跟的國家,他們有沒有後果? 我們可以問你解釋一下,如果他為人義務的時候 我們看到,北韓明明是被人制裁 但為何俄羅斯被人發現他是跟北韓的監獄,他有買了很多火箭呢? 請正面回答我方的問題呢? 我方問你是強制變成傾談和國際關係 你跟我說實權有甚麼用? 請問雙方,何時有強制過? 現在,一決可決就是強制不同意見的小國,去同意他們的意見 所以俄羅斯否決了制裁自己的議案,是否強制所有國家不准制裁自己? 在義務上,所以國家不需要,有不同的意思是俄羅斯不通過制裁自己的議案 就是其他國家不應該制裁俄羅斯 而且那些國家不被制裁 其實不難排 degree 他們家方看這麼長他們也不夠知入論證 為何有否決權就會有秘書 他們無…他們不停說,有否決權是無法,所以會取消 請雙方,雙方,雙方 雙方 問雙方,其不需要論證有否決權的立場去哪裡? 而是你,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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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雙方,雙方,雙方 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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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 是否照違反議案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現在否決權的存在是否被國大國濫用 濫不濫用不是重點 而是今天你跟我說 原來首決了就是強制國家跟議案的時候 何時有強制過 這些國家何時有跟過議案 有我現在對現實自知不理 現在否決了就是強制少於接受的意見 接受意見之後 做不做事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但他們現在要先接受 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 跟不跟有何謂接受 何謂強制了 強制去接受的意見 即是違反也沒有後果 違反了大國的你 可能是否在問我們 如果我們違反了現在的議案 是否沒有後果 是我在問你這個 如果現在有大國否決了議案 小國如果要不跟從來 就會接受大國的制裁 如果整個議案通過了 他便不會接受制裁 請問有哪個國家 在違反議案之後是被制裁過的 俄羅斯 請問俄羅斯違反了哪個議案 被哪個國家怎樣制裁 因為現在他被人 他現在 俄羅斯現在否決了 譴責自己的議論 即是現在其他國家都對此不滿 所以才去譴責他 不是俄羅斯被人 現在制裁的原因 是因為去打烏克蘭 即是否有關 現在你講到 那些國家只要通過了議案 會做 你是否覺得如果通過了 制裁俄羅斯的議案 俄羅斯自己會制裁自己 是的 我想說回 如果沒有了否決權的存在 那剩下那14個國家 是否可以採取行動去制裁俄羅斯 他們現在不是正在制裁俄羅斯嗎 不是 就是因為俄羅斯攬用了這個權利 不是 是 現在的國家制裁俄羅斯 是因為俄羅斯打烏克蘭 即是說 無論俄羅斯否決與否 這些國家都照制裁俄羅斯的 請問否決權會用處去這裏 那有可能 你可不可以看看 現在為什麼俄羅斯打烏克蘭 不會被聯合國介入 那就是介入了 這些國家正在制裁 瑞士、英國、歐盟 那些全部都在制裁俄羅斯 那現在就是因為聯合國 聯合國現在被俄羅斯 現在是假空了 其他國家就不能去制裁俄羅斯 你現在減清清楚的評判 現在有否決權 就是有了一票否決 其實本身的議案是不過被通過 但它招制裁 證明了什麼 就是否決權其實是沒有用 它否決了一些洋美 就招制裁俄羅斯 就知道 有方其實不停在迴避 討論著大國 有方沒有想過 其實大國不斷在壟斷整個議會 好像美國 他不停在阻止很多很多看 關於自己利益的衝突 的權益重案 那這些情況又如何解決呢 那你現在取消了 之後美國是不是突然就會聽完你的話 是呀 美國是同意取消這個討論 你要聽到 但是總所以有可能我 Dublin證到什麼來處 就是有方說廢署不成 但是你今天要論證 你的變是不是說有否決權 沒有否決權的分別 而是說本身沒有否決權 這件事的本質上 大人不懂得理處 但是你們沒有論證過任何的 本質上就是阻止那些大個男人 这些是相对 我方会重当回应有方问题之后 有方会以一句违逼对方的战场 总结一个自由 所以我们会发现现象是什么 有方和我来说 原来现在无论有否否决定 都是改變不了聯合國沒有用的事實 有方知道就算有些國家否決了一些議案 其他成為國想做都是照做 不想做都是不做 所以其實原來我們發覺沒有用的 原來都… 各位 文方提議要用上自由機率環節結束 請問再著各位有沒有發現從上面的情況 不過我可不可以提出兩個同學換範圍 你其實一二個換了位嗎 你們換範圍 你擾亂了我幫你計算這個最佳評論員的分數 現在是接見環節 相關結束有一分鐘以來 請問再次到討論的不詳人 請問再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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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件事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由传统开关变升红开关是否真的好些 升红开关的确方便一点 但其实是否真的实质带来保存呢 我们不肯定 平时用传统开关 我们是要走过去捉起电筒 拍了个按钮 但是升红开关 你说的东西就着 在你很危急的情况下 又或者你触不到电筒的时候 可能有用 但第二 就是来到讨论最精确的位置 就是要讨论太阳能电筒是有用的 有看过这套广产片的人都知道 太阳能电筒是没有用的 太阳能只是用来关乎科学家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本体 是讨论不到本体是有用的时候 其实本体上面加设任何科技都没有用 有多少措施令到议案通过了都没有用 因为过了议案又没有人跟 不跟又没有后果 今天有方同主编和我们说了两个 可能没有了否决权之后会带来的后果 但今天有方同你架空现况 就论证了 你方没有论证 有这两个可能出现的利处 如何去解决今天联合国 维持不了世界和平 今天有方同第一个论点 就出来和我们说 现在大国是会阻撓到议案的通过 但其实今天有方同 你要知道的就是 联合国只是在行程序 但是通过了议案 通过了议案 那些国家跟不跟 不跟的时候又怎样会有后果呢 有方同你没有论证过 所以有方同你现在想解决这个情况 是因为你不想这些大国 现在是在扰乱国际秩序 但其实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是否真的国际秩序是否好了 有方同你没有论证过 第二就是有方同你说 第二就是有方同你说 你说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它是会令到国家达成共识 但其实有方同你论证 为什么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国家为什么会达成共识 他们是不是一个想制裁俄罗斯 一个不想制裁俄罗斯 为什么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他们会突然达成共识 是否俄罗斯就会觉得 突然之间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他会觉得自己是应该被制裁的 那方同你没有论证过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有了联合国 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他都不会达成共识 所以今天有方同 我们明白 你方都想世界和平 我方都想世界和平 再再各位都想世界和平 那今天有方同 对联合国其实是一个很直线的感觉 就是联合国就会维持到世界和平 那方今日就和大家说 联合国维持不到世界和平 那今天有方同的前置就是觉得联合国是有实权的 所以他就可以强制国家去跟 但其实有方同你没有认证过 所以有方同你要维持到世界和平的前置就是 令到世界安全的议案通过了 那些国家都跟了 这才维持到世界和平 但今天我方前上已经说了很多例子的就是 那些议案通过了 那些国家不跟 又或者那些议案通过了之后 又或者那些议案没有通过了 那些国家照跟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后果的 那所以他们跟不跟的时候 也没有后果 所以我们今天有方同的逻辑就是 如果联合国真的有实权的话 他真的可以强制到这些国家的时候 那是不是没有了否决权之后 那美国是不会继续打中东国家 那俄罗斯是不会继续打乌克兰 那有方同来你要认证 那所以今天有方同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认证过 联合国否决权的本质是尼大于弊 有方同来今天说了很多可能出现的理处 但无论如何去解决现况问题 那所以你是不会解决到联合国没有任何问题 那所以其实由头到尾 有方同来你想维持到世界和平 真正改变的不是联合国 真正改变的是国家 是要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冲突 但是有方同来你今天就解决不了 做不到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便提你应该成立 多谢各位 大方月件所有时间为4分06秒 A方月件所有时间为6分06秒 有4小石所以买一次 最後圈就继续过6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大常任国都是既得利益者 任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扩大影响力 自身利益的动议 今天有方坚持保留否决权 完全是助纣违约继续将利益向大国倾斜 明明其他所有理事国都是透过选举产生公平公正公开 不是好像五大国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坐在那儿濫用特权 为什么有方反而觉得其他国家不会有贡献 不会有对等的表决权呢 第三个言望就是希望势力之间可以达致平衡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正在发展的机遇 国际间不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 正因为这样冲突会越来越频繁 另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 正正就是人们试图将它变成天堂的愿景 上世界著名政治哲学家凯也熙 在他的著作里面留下了一句说话 想不到来到二十一世纪 人类都是要重复相同的错误 世界和平不再是一个口号 一个梦想 取消否决权就是第一步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我们再来 看 对 發尉學生理念當中, 假設表現較得促的三位, 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尾田三十, 次佳尾田二十, 如在尾田十, 其餘五位同學不容潔者。 作詞・剪輯 проп的小鈴薯匙, 和大小鈴薯盤。 醜水冕湯, 由大小鈴薯盤。 這算是飯嗎? 正凡出坑可依格是可以裁下代的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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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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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在問責的位置的時候 就沒辦法反應到 所以就在那裡是比較舒適一點點的 我也同意剛才評判所說 其實在義父的時候 你說的一件很好的東西就是 中立那些本身他們不理的 或者他們是沒有國家的衝突 或者你的考量底下 他純粹是未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聯合國帶頭說 不如我們去到制裁 或者不如我們去到施予人的援助 一些本身中立的國家是會參與的 這個其實就可以解決到反方他們說 其實無論如何都沒有用 因為反方的意思就是 其實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決 或者沒有否決決 對於這些議案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用的 想做就做 不想做就不做 那你們剛好就可以承認多位 就是本身沒有想法的那一批人 所以如果 當是可惜 就是義父又沒有推薦得很深入 所以就覺得比較可惜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可能結辯都就著這個點 再發大來講 即使你覺得很沒用 但是有少少用都仍然是利大於廢 其實利大於廢不需要淪淨到 那件事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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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非常翻篇覆的練法 而是你本身另一批中間 有一些中立的人 即中立的國家都有所改變少少少的話 其實都可以論正到這題目的 而反方你們那個主線的設計非常之特別 就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設定 說到其實無論如何都沒有用的時候 即這個理事會都 理事國都沒有用的時候 那利大於弊或者廢大於利 都是完全在討論的空間 還有找資料上面找得比較足 即是找資料上面 就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個案的例子 譬如烏俄戰爭、北約、瑞士、土耳其等等 那去到論正你們自己的主線 我覺得這個backup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那我大致上的評語是到這裡 我先說反方先 反方今天見走天風 正如兩位評判都會說 我要恢復你們夠大膽 因為其實這條線 第一不容易取信於人 第二實在好窄 即你可以想像 其實今天全場聽了你這麼多分鐘 如果對手是強 你們有點糟 因為我聽了一句沒有用 其實你可以離開火手 就不用打了 你四個同學就是不停地去重複沒有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這個蝙蝠是真的很偏限的 那我會覺得下次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再面對這些類似的題目 或者你們之後devaluate 都可以再考慮一下 都幾高風險 即是 真的要看看你的對手的情況是怎樣 好了 但就算我走進去 就是你那個劍走偏方裡面 你走的說法就是安理會沒有用 甚至乎聯合國都沒有用 那今天對方是沒有反應的 如果不是 對方最簡單的問題 究竟當年聯合國有些什麼目的要成立 又或者他再問得簡單些 如果根據你們的邏輯 這個世界裡面所有大國外交都沒有用 有誰大國外交開完那些會議之後 真的回來做那些事情 是吧 你就算氣候協議了 你談完之後 我不做那怎麼辦呢 都一樣是沒有用 即是要根據你們的說法 所有國際組織和聯盟都是沒有用的 是吧 即是如果對手指出是這樣的話 你們的斬光就很危險了 但不要緊 他們沒有指出 這個也是我想反映給你們聽 你們這條題目 為何這麼偏封和這麼危險的原因 因為你不是在否定聯合國歐年 你是在否定全世界所有的 國際組織和聯盟 反正我問你 有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際組織聯盟 是可以做到你們心目中所謂 只要大家一協議 就一定不是罰你 你們甚至沒有提出 如果他是有效的 會受罰到什麼地步的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們 好了 跟你們的條例目 其實你們是以例子立論 你們認為那件事沒有用的原因 是在聯合國成立到現在 安理會做個N這麼多次的議案裡面 只是挑幾個例子 去說明他沒有用 那你們又沒有指出 那剩下的那些 什麼只有那幾個例子 什麼這麼多年來 所以簡單來說 你們是以偏概存的方法 去做你們的立論 那這個呢 又是危險的第二個部分 如果對方聽得到的話 你們只是拆這些東西 都拆死人了 那所以呢 我會覺得今天 其實就是 反方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論線 一開始的設計 是走了一條很險的條路 邏輯上你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反方 理論上沒有說廢大於理 還是怎樣的 你們走了一條非常奇怪的東西 就是這條路 沒有得比較 沒有得談 因為這條題目本身就是假電題 幾乎是 幾乎是在打這件事 那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那個位置 站得偏 立論在這麼偏的情況下 沒有足夠的邏輯和推論 是去令你條論線 是得到你最後的結論的 OK 那所以這個在內容上面 是 就是 不是那麼 那麼理想的 我覺得 那但是另一方面 我又要佩服 你們四個同學 可以用這麼多種不同的方法 講一條這麼簡單的Line 那而且呢 那個 始終辯論辯論 當對方認不到你的時候 你是有斟酌著對方的反應 去給回應 也都有即場抓住對嘗試 即場抓住對方的框架 去反昏他們的講法 例如你有推占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用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決權 那你們所講的那個 是否積極行動 你們所講的那些第二個的好處 是否成立呢 那這個我是有聽到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 那個變的過程 我看得到是有做到這個功夫的 只不過論那裡實在是太弱了 好了 但是反過來 這邊的同學 嗯 就我剛才說的東西 你們都沒有聽出來 對吧 就是我想應該是殺個措手不及 你沒有想著他講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就即場那個處理 很明顯 你們在講你們的世界 他們在講他們的世界 就是完全沒有交集的 我也替你們有些辛苦的打壓 那如果就是 你下次再有這些情況的時候 是怎樣的 有兩個處理方法 我個人覺得 第一個方法就是 就 因為你是正方的嘛 你去定義這條題目 所以呢 你不用理他 說什麼有用沒有用 你只是問他 總之 根據我的框架 怎樣 就是你起碼要在 你答不到他問題的時候 你起碼要就著你自己 兩個方面的那個立論點 無論如何 推進和伸展下去 但是剛才有個情況 就是捱打到一個地步 你忘記了自己的框架 我要反過來 數回你那兩個論點 我就記得第一個 什麼積極行動 第二個我都要看一看 那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在一個就算你遇不到 即你去到最壞的情況 我真的不知道你反方說什麼都好 你都要說回你自己的故事 是吧 那我覺得這方面 是未做得夠好的 第二個意見就是 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建議就不要跌入他們的泥沼 即意思就是 行了 我知道你說沒有用了 那我現在很明白了 好了 但是退一步說 就算他沒有用的情況都好 他沒有用的情況 那取消了是不是都好過不取消 你有權這樣問他的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跳開他 不過可能是在資料搜集和運線那裡的問題 跳開他來問就是 最簡單的 我跟你說又沒有用 那別人會員覺得不開心 現在 其他人覺得被欺壓 其他那些國家覺得自己沒有話語權 這個在你們的論線上 那現在取消了 其他國家就開心了 那是不是一個利處 你繼續不談的時候 他們就繼續不開心 跟著他就不願意跟你合作 那是不是一個閉嘴 令到那些國家 令到那些會員會開心了 團結了 是不是很令他們分裂 你一樣可以開發你的條線 要即場對應對方的說法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會覺得下次如果再遇到這些情況 你忘記他 你知道嗎 你可以說可以可以 我明白你說的所有事情了 不過即使是這樣 利大於弊而已 OK 我好少少都是好 那你不只是跳出來跟他說 你作為政方 你define那個利弊的那兩個戰場 不跟他說自己的第三個戰場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處理上就會容易一些 因為被人打完了的節奏 完全不行 那第二件事 就是雙方都有這個情況 但我覺得是對你們來說 即我自己都有允許 我都已經放棄他們 你們自己搞定 因為這兩個題目 其實是如果你同日不做功夫 不看國際題目 它是很難處理的 而原因是 裡面有很多的用語 是太陌生了 說真的 剛才呢 聽你們說的例子 我就充分感受到 一個艱難的地方在哪裡 尤其是最後面論 即我都已經是貼這題目了 但是我聽完都不太明白你們說什麼 即是真是兩邊的例子 這邊這麼說 敘利亞人道救援的管道 類似是這樣的 這邊說什麼我忘記了 總之呢 你們不停地自己跟自己說話 你們不是跟評判說話 OK 你們呢 又沒有很順利地表達到 清晰地表達到 你們那些例子其實有什麼意義 你們呢 在表達那些情況的時候 你點了個題 但是我都不知道 你那個例子和評事後面 有什麼事情的故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靠估的 變成大家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你會評判你外 我就真的 靠估估一下你多幾個例子 那些是否正確的 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不理想 同學記住 如果下次再有這類這樣的 國際題 或者你猜到 評判都需要一些時間消化的題目 今天在這個方面 雖然這些同學很明顯是 經驗的 但是整體其實 故事的用詞和表達 是艱難的 就不算很理想的 但是anyway 我會認為都辛苦你了 真的 真心 是難的 這條題目 雙方都已經在自己的位置做得最好 尤其是有些新同學 不要緊要 就是拿過經驗 因為第一場 平常第一場都是這樣 你們還有排隊 我希望下次 首先 恒生指數 不要抽中這些題目 其實大家都會有進步 到時候我相信 我的意見就是她做得到 好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那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反方的第一副辯 國際題目 跟我們一起去跟我們一起做的 好 如果她做得到 你喜歡的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